之前魔祖无天牺牲掉了十六星兽之一的孔雀星兽 替羽赤瑶重铸肉身 不过后来羽赤瑶的神魂对着孔雀肉身产生了排斥 于是魔祖无天又另寻他法 这次打造了一具完全体 当日羽赤瑶被万须神殿的羽灵汉打伤 黑眼灼烧命悬一现 黑眼明炎的毒性太过剧烈 让羽赤瑶根本承受不住 自那一刻起 遮天魔帝便恨上了万须神殿 或者说对于万须神殿最大的对手 魔祖无天多了一分亲近 而魔祖无天也尽全力恢复了羽赤瑶的肉身 所以遮天魔帝并没有留下遗憾 只是心中略微惋惜 自己恐怕无法陪着羽赤瑶 走完余生剩下的路了 魔帝哥哥 我 羽赤瑶还想开口说些什么 却被遮天魔帝笑着阻止了 你已经受了太多的磨难 现在出来 我便带你看看这诸天万界的风景 除了杀戮与战争 这世间还有大好河山 值得你留恋 遮天魔帝大手一挥 一艘可容纳几人的虚空小舟赫然成行 他带着羽赤瑶下达命令 船只周身便有黑色的翅膀扑闪出来 纵展长达百米 这艘船很快便撕裂了虚空 跳往他处来到了辽阔无尽的海域 接着又飞到了茫茫山林上空 与那烈烈作响的狂风一起 掠过那无垠的大山上空 一切景象中 雄伟与秀丽皆存 让人流连忘返 美不胜受 最后遮天魔帝带着羽赤瑶 来到一座花谷当中 于繁茂的树下深情凝视 风儿吹过 扶起她的绣发 也吹开了满山遍野的花朵 刹那间万子千红奇奇盛放 世间最美的风景展开 美得惊心动魄 羽赤瑶看着看着就流下了眼泪 这般美好的风景 恐怕他以后只能一人欣赏了 再无摩蒂哥哥与身相随 摩蒂多舍的消息 传遍了整个黑暗近海 众多强者纷纷提前送上贺礼 他们也明白一旦魔祖无天成功了 那几乎整个下界都成为了他的手中势力 无人可以抗衡 就算是太上世界 也因为暂时的天道限制 巅峰强者无法降临此地 也只能看着魔祖无天 强盛封顶 这一日黑暗近海 人声鼎沸 旧日盟的总坛可容纳数十万强者 而不显得拥挤 在那天空的最上方 有一座悬浮着的祭坛 雄伟无比 遮天魔地已经在祭坛当中落座 静静地等待 而不多时 那座雄伟的宫殿当中 有一高大男子迈步走出 正是黑暗近海的主宰 魔祖无天 他的身后还跟着不少旧日盟的护法 有实力强大的黑暗狮子 凶身恶煞的鳄鱼老祖 沉默寡言的北风狼 不过最引人注目的 还是玉缠仙子 他的身材极其傲人 曲线起伏 走起路来摇曳生姿 更重要的是 那一双顾盼榴莲 迷死人不偿命的魅惑美眸 简直让在场的一种修士 为之疯狂 也难怪叶晨当时差点没有把持住 这般妖女实在是太过诱人 魔祖无天飞升而起 踏上了那座祭台 准备好了 他只是淡淡地问了一句 折天魔地点了点头 一副与世无争的模样 他已经准备好了 献祭自己 成为魔祖无天 霸业拼图中的最后一块 这是宿命 也是注定 唯一遗憾的是 在夺射前 没有见叶晨最后一面 此刻周围有数十万黑暗近海 以及其他地方的修士 等待奇迹的发生 见证魔祖无天 封神成帝 到那时 他们将加入旧日盟 共同撑起整个天舞仙门的 昔日光辉 遮天魔地 卸下了所有的防御 将自己的意识海露出来 任由神魄入侵 魔祖无天心中略有激动 但表面却表现得很平静 他释放出一丝神念 进入遮天魔地的体表 遮天魔地的气海 浩荡黑亮纯净 没有任何的瑕疵 并且隐隐有永恒的光泽流转 乃是一尊不可多得的完美容器 若有机会 魔祖无天并不想吞噬遮天魔地 而是想将其培养成自己的关门弟子 继承仙门道统 只可惜二者不可兼得 只能择其意 二者盘坐而立 黑暗的符文流转 宛若那落日地星正在闪耀 点缀在每一寸空间当中 刺破虚空 流露出无边无际的纯粹黑暗 而这幽暗的黑光 构建成了一条通道 将魔祖无天 与遮天魔地连接 作为神魂过度的容纳通道 而就在魔祖无天 即将施展手段的时候 整个苍穹上空 为之震颤起来 被撕开了巨大的裂缝 身带神圣光芒的强者 骤然降临 面色不善 魔祖无天 你想夺赦 还没问过我们万须神殿 同不同意 一名神将浑身金光流转 他手持大枪气势强横 实力冠绝众生 而在他的身后 还有不少万须神殿强者的身影 浮现出来 只不过受限于大道规则 他们的神道和实力 都被剥夺了不少 旧日盟的护法 及几名战将 缓缓地漂浮起来 召唤出了一座伟岸的大阵 哼 万须神殿的人居然敢来我旧日盟嚣张 本仙子怕你们是找错地方了 玉禅仙子冷哼一声 主持阵法升起 轰隆隆的声音弥漫天际 旧日盟的强者明显有所准备 对于万须神殿的进攻 早就布下了强大的阵法 只要不是羽黄谷地亲临此处 那他们便无法打破这层结界的束缚 魔祖无天寒坐原地 对于外界发生的事情不闻不问 没有丝毫的担心 在他的控制之下 夺赦仪式正式开始 遮天魔地的神魂已经完全放空 现在就像是摆在面前的美魏 任他采邪即可 魔祖无天浑身有混沌之气环绕 那些黑雾眨眼之间化作神火 凝聚成了滔天的魔神身影 而那魔神的魂魄极其强大 睁眼之间便已经释放出忧火 浓浓的混沌气息 朝着遮天魔地席卷过去 将他的身躯全部包围 光滑闪烁 以这座祭台为中心 数万里的黑气的波动传遍四野 令所有人惊颤 这便是魔祖无天的威力 尽管只是露出了一缕神念 便能震慑天地独断万古 韩座于魂念中心的魔祖无天 英姿挺拔 满头黑发飞舞 他的目光如电 似雷霆抱起 俯视众生 开 那丝神魂 正是进入遮天魔地的眉心之处 而遮天魔地整个身子 剧烈颤抖起来 仿佛在承受着巨大的痛苦 在其清醒状态下 剥夺神魂 此举无异于活生生的剥皮 那般痛楚 常人根本无法承受 折天魔地摇紧牙关 青筋抱起 五黑光芒从他的蹊跷中流出 让他看上去宛若风魔 在那观战席当中 羽蚩尧紧紧地捂住嘴 不让自己哭出声来 折天魔地承受的痛苦有多深 他的心便有多痛 但这一切都继承事实 无法破解 祭台被黑色的雾气包围 宛若一层雷结之云 寻常人等 无法看破其中所蕴含的东西 而遮天魔地的体表 散发出一股庞大的血气 弥漫天际 根本不是遮天魔地的身躯 所能够阻挡 那些漫天魔力与煞气 混合在一起 形成一股极其强大的洪流 像是一头远古凶兽 骤然爆发 将面前的遮天魔地 吞噬殆尽 从中涌现出黑色的闪电 一片接着一片 伴随着鬼哭狼嚎的声音 重重残影浮现 只要这些神魂 全部与遮天魔地融为一体 那么魔祖无天 便完成了夺赦 此时所有的神魂压迫 都来到了遮天魔地身上 魔祖无天 动用了魔之灵念 那是独属于上古的力量 十分强大 晕含着天舞仙门的道统之力 如若想对抗此弯天地间 最为顶级的力量 是十分困难的事情 遮天魔地 感觉自己的灵魂 被千吻跟针扎着 陷入了极为痛苦的境地 他的肉身 被魔气牢牢占据 现在只剩下脑海当中 那最后的一缕意识 如果意识也被占领 那他则会彻底沦为 无天的容器 他放空意识 却无法驱散自己内心的 那一抹执念 他真的心甘情愿 给魔祖无天当作容器吗 余生还有什么未完成的事情呢 一切真的都可以放下了吗 这些都在他的内心深处 化为不甘 凝聚成极其强大的执念 那些执念 隐藏于内心深处 行界自身的力量 是无法化解的 所以魔祖无天的神魂 只要解决了此处的执念 便能彻底地将这具身躯 化为己有 无尽的黑光围绕在周边 闪烁不停 但是无法再寸进半步 魔祖无天的眉头微微一皱 他在遮天魔地的意识深处 遭到了强烈的抵抗 这等抵抗 竟然形成了有效的反击 让遮天魔地的黑气 暂时失效了 二者就这样一直地拉锯 黑光冲天 包裹着祭坛的云雾 也剧烈地动荡 都到如此地步了 还想负于顽抗 我看你能撑到几时 魔祖无天冷哼一声 他的双眸中 爆发出无尽的浓郁黑气 九幽魔像 浑浑试破 魔祖无天的头顶上方 黑气停止了涌动 代之的是一抹 死气沉沉的意志 好像从那蛮荒地狱的深处 走出来 面无表情 瞳孔目然 赫然是那种 空洞茫然的吞噬之兽 这是隐藏在 魔祖无天 九幽神功当中的灵魂之力 上可吞噬天地 下可达至地狱 浩浩荡荡 无人可挡 折天摩蒂在这一头 吞噬巨兽的压迫之下 再次变得平静下来 不过那一丝执念 却始终如漫天汪洋中的 一夜偏周 处于危险边缘 保持着最后一丝 微妙的平衡 小铁も放入 不过那天 请说 再次变得平静下来